今時今日大家的手機很多時候就不用說話 或者用說話再加一個公仔就加強語氣 問字無情 經常性如果沒有一個emoji的話 很多時候同一句說話會有很多誤會的可能性出現 我很想念你 可能是串你 我很想念你應該用什麼emoji 用什麼公仔 應該加個黃頭 加個心就合適了 我發覺心通常都慢用 我發覺 麻煩你做個心 也不是 其實你用個心 或者加個珠珠 有時候有些人按錯了 他會說不好意思 我不是真的想傳這個 是有試過的 有一次有個女生 他跟我說一些東西 他本來想做個笑臉 按錯了一個心來珠珠 我忘記了 馬上很尷尬 說抱歉 按錯了 有時候男女如果不是真的不熟悉 他會覺得尷尬 或者他會怕令悶 他會怕令悶 但如果有時候你不打emoji的話 對方有時候會介意 不打emoji為什麼會介意呢 為什麼你對我說話這麼冷淡呢 有emoji好像豐富一點 或者你一個男生追一個女生的時候 很多時候有很多emoji 有笑笑 心心 很多玩法 下雨 都做個雷電 加把傘 我沒有那麼癢 追你的時候就會這樣 後來呢 阿通有沒有用那麼多這些東西 我來來去都是笑 即是那些 面膜也有 但如果你放傘 這些真的有很多空 有些人真的有蛋糕 酒 老鼠 媽媽 什麼都放掉了 因為現在你打中文字 他有些 例如打生日快樂 下會做蛋糕出來 對呀 自動的 例如Sleepy的話會自動整個眼睡的樣子 睡覺的樣子就走出來 但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那個emoji是那個意思 但實際上原來設計的emoji 本來不是這樣的意思 就不是這樣想的 有一個很容易誤會的 就是你有沒有見過一個黃頭emoji 然後噴兩條氣出來 你會有什麼感覺 很激氣 即是說很激氣 很生氣 誰知道原來是最後衝刺的意思 代表是 我最後要奮力去尾 例如現在的學生歌讀書 即是說自己去最後一刻衝刺的感覺 就不是代表自己很感嘆 其實挺難捉摸兩條氣 一個鼻子走出來 通常卡龍片全部很生氣 很空煩 有時候有一個圓圈一個口 然後加上兩隻眼 你以為是什麼意思 以為是沒什麼感覺 嚇傷 誰知道原來代表嗆嘴 代表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其實我覺得有時候配搭就是 最重要是你覺得那句話 加一個公仔 可以表達你的意思 能否吻合呢 其實有些時候有些多多小小小小能見到 例如有一個瘋子 unit 即是有些狼狽 還是有些困惑 有時候眼睡都有很多款 有些都流到鼻水 其實而政治的意思是更深層次 睡著了? 他不只是睡著的意思 他是說現在的情況是悶到我要睡著流口水 跟普通的一般的眼睡是不同的 所以設計這些emoji的人本身是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你知道emoji本身是怎樣解釋嗎? 為什麼會叫emoji? 為什麼? 其實是日文來的 Emonji E就是畫 文字 就是畫做出來的文字 但是有些人就說現在的年輕人會不會從此靠這種方式來溝通 就不再學那麼多豐富的詞彙 因為用圖畫來表達好像更加清晰方式 而且說話有時加上圖畫公仔的語氣都不一樣 可能叫你做事很兇 但做了一個蝦笑 聽起來好像比較容易接受 大班是很喜歡用emoji 你怎麼知道? 你知不知道誰叫大班加進去? 我就知道秘密 為什麼? 是時候你爆料了 通爺 以前他不是下的 他雙手合十 意思是你不是拍實你 這樣也會夾扁你 拍實你 因為我打聽回來的 因為Ewin看到大班有時的語氣說話 就好像如果第三者看 或者什麼 怎麼搞的 很刺濾 Iwin提議 即是有人看 做個公仔 說起來 看起來 看起來 就不會覺得我好像在罵我 插我 或者好像語氣不同 即時看到公仔順很多 不要緊 罵人也可以用emoji 以後大班 我看到他發的東西 都會有一個emoji 原來是這樣 我看到何亨有一個emoji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他喜歡出拳頭 打人 一個拳頭 我曾經說過他 你出拳頭 嘩 他怕被人打 我真的有說過他 你的拳頭是表示 我做得不對 你出這個 只是麻煩你 這個問題 外國人有一個 黑人那些 他不是那些 這個有另一個 你找到的 一左一右 兩個建合 類似GP5 就不是單丁拳 但他當時是否真的想罵你 他說不是 這個就是麻煩你 我即時交了一個出口回給他 真的 不說麻煩 黑人那些是很流行的 我們不懂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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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打 巴打的意思 說起來就好 現在這麼簡單 你就錄自己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 但有時候不方便 尤其是我上班的時候 偷偷地聽 舉個例子 現在開咪 突然間 就不可以聽了 那個鈴鐺寫著 就不可以聽了 都可以聽的 一起聽 跟所有 全球華人一起聽 有時候你搭車 都不方便聽 我即時會不會回給他 請你打出來 大哥我怎麼聽 在車上 如果靜靜雞 但有時候 voice message 會開心些 我有點變態 自己 就是聽他的聲音 對 重溫 在拍拖 你那些在拍拖 甜蜜而蜜語當然是 那重溫 有什麼問題 我愛你肯來 你們會重溫 亂生節目 其實也是 這些 voice message 如果是你爸爸媽媽 總之他女朋友 但你的親人 如果有一天 親人真的離開了 你聽起來 都是一些記憶 珍貴的 那時候在網上瘋傳的故事 爸爸很想聽女兒在電話上的聲音 所以他從來都不用 現在就很方便 不用使用的留言信箱 因為用 voice message 分分鐘 如果你說你爸爸媽媽 是有那些老人癡癌症 我忘記了你是誰 你就用一下 voice message 你看看 我五年前跟你說過這句話 我是你的兒子 我記得張國榮一個紀念的演唱會 就是紀念的哥哥 當時大會就是播了一段聲帶 我現在不空接你電話 就是張國榮的聲帶 就是個歌聲打給他 就留言 所以說這些其實 都是一些回憶來的 珍貴的 聲音都是一種留下紀錄的方法 不一定是寫字的 嗯